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大卫 最近生活就特别忙 我上周开始搬家去一个新的地方 然后现在有一个朋友从加拿过来纽约 然后跟我每天就玩 反正我就是想给你们分享一下 比如说你的生活就有点忙的时候 你怎么就一直进步你的中文 然后我今天有大概五个建议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就这样 如果你没有很多休闲时间可以就学习中文 我自己有一个办法 比如说你在地铁上有大概五到十分钟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或者用一个中文书 然后就看一下你已经学过的一些单词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用这些 你平常就是休息或者去做个别的事情的时间 去附近已经学过的单词 然后这些单词以后可以记得比较清楚 反正我第二个建议就这样了 如果你现在还是在家里工作的情况 比如说我大概每周工作三 或者四天 在这样的时间你其实可以用你的午饭的时间去看一个中文电视剧 所以其实我最近是这样 因为我平常是第一天做完我第二天的饭 然后我就用一个微波炉 就是让它变成热 然后我就花了大概二十分钟去看三十二一间的电视剧 然后这个我也觉得就挺好的 我每次就在我午饭的时间看一个电视剧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就是可以听一些人就是说一些比较日常生活状的内容 然后我第三个建议是这样 我不知道大家就还是每天就是出去散散步 但我自己也喜欢这个方式 你在散散步的时候可以听一些podcast 比如说有一个不错学习中文的podcast 中级水平还有高级水平 而就是高水平的podcast 然后这样的话如果你还是想自己出去散散步 你可以用这些时间来复习你的中文 我第四个建议就这样 你生活有点忙 我觉得你还可以找大概三十分钟上一节中文课 然后因为我平常自己喜欢 花大概四十五到六十分钟 学习中文就是在一个课的时候 但我觉得如果你就有点忙 但你还是想跟一个老师就聊天 或者复习一些东西 你也可以花三个 而就是三十分钟上中文课 然后我最后的记忆也就这样 如果你还是在家里工作 你也可以听一些中文歌曲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什么的 然后你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开会里 而那个开会里 你还可以花自己的时间去听一些歌曲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当然就是在你的环境 就是听一些中文就是你以后做了别的事情 你肯定就是可以吸引这些音乐的声音 反正这个就是我想分享给大家 就是生活有点忙的时候 你还有一些办法可以进步你的中文 我还是想听大家的建议 就是你生活有点忙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些办法 还可以进步你学习的语言吗 你可以在comments里告诉我 那还是大家别忘了就是给我点赞 我们就在接下来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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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